根据卫福部统计,每年有余万位妇女罹患乳癌,为我国妇女发生率第一位致癌症。 外科医生林慧玉近期在节目中提到,她遇过乳癌患者最年轻的是16岁的女高中生,在摸到乳房肿块初期不以为异。 两年后,经觉肿块还在于是到医院看诊,本以为是良性,但传刺结果出来却显示为恶性肿瘤。 随即接受治疗,林慧玉呼吁女性观众可以自摸检查,如发现一状就要尽速就医。 外科医师林慧玉在《医师好辣》节目中分享看诊经历,一名女高中生在18岁考完治考后,发现两年前摸出的胸部肿块还在。 因而到医院求诊,扫抄阴波时见肿瘤是原型的、规则的,因此初步推敲是良性。 没想到穿刺后结果显示为恶性。 林慧玉表示女高中生的情况是因荷尔蒙过度表现所引起,在乳癌的国际标准里定义较偏向为良性,不需要做化学治疗。 只是要连续服用五年的抗荷尔蒙药物,林慧玉也提醒观众不要认为年轻就没事,还是会有微小的机会。 除此之外林慧玉强调手摇因素添加的奶精粉,里面所涵盖的奇云剂也会使荷尔蒙上升。 林慧玉在最后呼吁,大家可在经期结束后自摸检查,观察乳头是否有出血,洗澡时也可以先检视胸罩上是否沾有血迹。 第二步则是有没有摸到硬块,洗澡时全身抹肥皂,可将手抬高触摸。 比较两边乳房差异,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,按赞,分享。